总决赛命中三分最年轻的球员 总决赛单场十家篮板最年轻的球员 魔术师之后第一个总决赛连续两双的新秀 单年季后赛篮板数 1980年以来最高的新秀 以上统统属于莱弗利 在这场保卫达拉斯的战役里 我想把主角给了这个新秀 比起愤怒的公牛加弗德 才20岁的莱弗利显得特别冷静 他有更好的防守选位护框能力 更流畅的处理球能力 始终在场上做着教练要求他的事情 甚至在鼓励队友 指挥队友落位 降级了给他特训的贤德勒 而这是整个赛季他都在做的事 他很幸运生涯第一个赛季 就遇到了冬季期欧文这样的搭档 吃饼加弧框 可不仅仅是会跳就能做好的 提到莱弗利就会想到他的身世 母亲和癌症斗争十余年 今年四月去世 那时候莱弗利说 他知道母亲始终会在主场的某个角落看着他 就像今天那颗三分球 他说是自己的妈妈帮他投进的 莱弗利是一个自信 坚韧的战士 而他也将经历更多 好的 坏的时刻 拥有很长的 难忘的职业生涯 抬头看看 他会被你骄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